新山慈激人文学校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亲子课程 让妈妈变老了30年再跟孩子们相认 借此启发孩子们对妈妈的感恩心 也更珍惜亲子之间的相聚之情 现场也邀来了慈激之功分享妈妈生前的点点滴滴 感动了在场的不少孩子们 化妆 写信 录制影片 最后与孩子相认 看到妈妈变老了 孩子们都难以接受 她也不懂我老了是怎么样 然后现在老了 她看到了 然后她们就给我反应是 妈妈我不要你化这个妆 我不要你这个衣服 你去换掉 去死掉这个衣服我不喜欢 可以看到她是不舍的 很真实的让孩子感受得到 当下30年后的我们 这种实际的感觉让他们体会 深入他们的心里 然后我们母亲也很感触 就是把自己做好活在当下 也珍惜孩子与母亲跟家庭之间的 那个关怀跟和谐 我今天回去 我要跟我的爸爸妈妈讲 我爱你 威威道来妈妈生前的故事 慈激之功郑安顺分享 他为妈妈完成生前的每一个心愿 感动了现场的孩子们 我一个人是做不到 是这些人 我都会说 我是跟我妈妈一起在讲课 我还是带着她跟我一起讲课 从这边希望启发孩子们 生活就是很平常的事情 妈妈就是会变老人 就是会有生老病死 它是一定会发生 跟家人之间的缘分 应该要好好来珍惜 借着微弱的烛光把信写好 字里行间都是孩子们心中 对妈妈的爱 让收到信的母亲们 度过了一次难忘的母亲节 大爱新闻 珍珊美之功 马来西亚新商报导